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并且做开放节目 这题目呢 说实话不太客气 叫齐善红教授 你们喊你回去 给祖宗烧纸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最近我在 网上看到一位教授 大红大纸 并且 吃香喝辣 混得风生水起 齐善红 1963年1月18日 出生于河北昌州 就是那个武术之乡 教育部直属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 创新研究中心 主任 南开大学企业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南开大学医学院院长 南开大学红十字会 秘书长兼副会长 很牛 道本管理和精神管理的注册商标持有人 应该说高了不少钱 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获得注册的首例 应该说齐教授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他的学术水平怎么样呢 我上网收了一下 我看到一个网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请问有没有南开的学子回答一下 齐善红教授的水平如何 本人对齐教授并不了解 只是听闻他在华商书院开有道德经的讲座 我犹豫是否要花时间去听 如有冒犯 还请见谅 下面是两位南开大学的学生回复的 水平非常一般 讲课时不停地重复自己过往的经历 无实质和深度 耐于充数 让得虚名 另一位学生说 有幸听过齐教授一次讲座 感觉此人就是个骗子 这个我把网址也贴到我这个视频的下面 不是我说的 是南开大学学生讲的 我想只有听过他的课 才知道齐教授究竟有什么真本力 我费尽周则地把这三段视频全部下载了 并且附在我这个观念的后面 希望不要出问题 如果出红标黄标 那我必须把它采掉 那么我把我的下载的视频放到我的会员群和电报订阅观众群里面给大家分享 这三段视频分别讲了什么呢 第一段 齐教授在第一段视频中是这样讲的 在国外 他在国外交流学术的时候 做访问学者去往挪国家 一直有人劝他加入基督教 他说 我是中国人 只信中国的信仰 你们应该信中国人的信仰 你凭什么让我信你们的基督 你们为什么不信我们中国人的信仰 他认为 他认为啊 中国人就一定要抵基督信仰 否则就不是中国人 第二个 第二段视频 他在第二段视频中呢 把他的信仰的东西拿出来了 就是传说中 尼尔绕子所著的道德经 他说道德经已经成为 世界上发行量最高的书籍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 超过我的认知 我从常识知道 世界上发行量最多的是圣经 而不是你朝你国的道德经 所以你这个发行量最高的书 是道德经 究竟是央视 还是新华特统计的呢 道德经怎么可能是 世界发行量最高的书籍呢 而且他在视频中 把道德经推捧成东方圣经 他说很多外国人也喜欢 且为万经之首 好吧 且为万经之首 那么我就告诉齐教授 我在这个月将要推出 批道教的系列 我已经批完了 卢教佛教 现在该人到着了 这个华夏的最后的哲学物呢 我给他接掉 然后罗奔归罗奔 但是中国人一定要认错 我在本月的视频中呢 将要详细的分解这本 号称东方圣经的玩意 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玩意 这个话是后话 以后再说 现在打住 我们来看他的第三段视频 他的第三段视频中 讲 反复强调一句话 猪爬到神坛上 也注定是极品 好像是在说 某位坐在荣椅上 穿着龙袍 拿着黄龙杯 坐在排龙椅上 喝茶的 接见林登月娥的那位 憨憨的 两百斤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齐教授也要看看自己 你是不是也是 那个爬当神坛的 极品呢 所以骂极刀凿之猪呢 我觉得是非常 不差的嘛 这毕竟是侮辱人格 但是有位网友写 请别侮辱无辜的小动物 如果没有西方宣教士 进入中国 没有医院 也没有大学 你就谈不上 所谓的大学教授 国生导师 和南开医院的院长了 恐怕你出生就是死因了 这个事实啊 更何况接受高等教育了 现在还煞有其事的 满口喷墙 我看过最愚昧无知的人 就是他了 这人是典型的魔鬼代言人 我觉得无论是当下的 混得风生水起的 齐教授 还是刚刚离世的 南怀景大师 包括用洋具画画 在女性面前脱下裤子 套出洋具画画的 某位大师 我用一句话来概括 大师是天朝的洋具 而圣君是天朝的伟格 我还想写那句话 约翰加尔文说过 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 人类将认为成名中的野兽 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 是这样讲的 没有上帝的律法 人诺犯罪 虽然不按律法受审判 但人要灭亡 有上帝律法 人诺犯罪 必安律法 受审判 我想这位不信神的 而且满口跑火车的齐教授 我希望他好好的去学一学 学一学从最老的旧约 再到西方的西纳的哲学 然后再到罗马的中世纪的基督家神学 我相信你会有收获 并且你会否定掉 道德经是东方圣经的这个说法 因为道德经它都不是东方的 道德经根本就不是天堂的原创 道德经是印度教的经典 废陀经 以及后面二一书的补充 它是印度来的 我这个在我的视频道要认真 所以我想建议齐教授 你赶快回家 去你的齐家祖坟 去拜你祖宗18代的牌位 多烧点纸钱 磕头磕得响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呢 那些喜欢祖宗牌位的 傻子们会更多 一起跟着你会 然后被你收割 崛起屁股来等你来吵 这叫名利双手 齐教授加油 还是那句话 齐晓鸿教授 你妈喊你回去 给祖宗 烧纸了 好 今天呢 我是做了一个小小的 短短的视频 后面呢 我放上齐掌宏那的三段 经典的视频 我想告诉各位 大师是天堂的杨具 所以他是不会绝技的 因此我觉得我要把 我的火力投放到那本 称为天朝天花板的东西 因为易经我批过了 我要批道德经 而且我 易经我是比较简约的批了 道德经我要把它拆开 我要让那些认道德经 至高无上的人 让你们无话可说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个 我自己的品系部分 后面有三段 齐教授的视频 欢迎大家收看 也感谢您订阅我的频道 也更感谢您 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我是潘若 我们下集中解 是书院 道德经课程的主讲教授 道德经这门课 非常的重要 道德经 被誉为东方圣经 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说 我说 国外的时候就一直有人动员我加入基督教 我说我是中国人 他们跟我说 信仰是没有国界的 回到国内也是这样 还是有人回来做我工作 他们觉得我要是加入基督教 也肯定是他们队伍中一员干奸 我说我是中国人 他们又跟我说信仰没有国界 我说既然没有国界 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先信一个中国的信仰跟我看看 你要信了我就可以考虑 但你要不信 你只信你的 让我信你的 告诉我信仰没国界 我说那你就把我当成了傻子了 听明白了吗 你们会遇上一些人会这样来说话 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面对着别人的这些的动员和说辞 是没有抵抗力的 最后人家又对你好啊 你有什么困难帮你啊 跟你说话很和蔼啊 他拿真金白金来帮你啊 哎呀最后你发现哎呀 说基督教这帮人挺好啊 然后迷迷糊糊迷糊糊就跟着人家去 开始进教堂了 迷迷糊糊迷糊糊糊就把自己家里边可怜的点钱 都拿出一部分来跟人家建了个小房子 上面还立个十字架 我们很多中国人他妈的现在就处在一种蒙昧 没没被开化的状态 你不要以为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 你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多少普通百姓是唯有文化的 你们知道多少外国的势力到中国就想来愚化中国百姓 到最后你这些精英精英又怎么样 人家是有信仰的 你没有看你这个头咋大 猪爬到神坛上也注定是祭品 争什么呀生活中不用争永远让别人 那么工作中呢不该你干的别争你争就是捣乱 一个老板什么事都管老板就是捣蛋鬼 可有可无的小利益大大方方的做成人情送别人 争什么争啊是素 因为是无关紧要对你 但是对对方可能有点重要 要不要争市场呢 那市场归谁啊 谁有资格占市场啊 市场你觉得是争来的开玩笑 市场是做出来的 怎么是争来的呢 你不行给你我跟你说 没准是个坑是个陷阱 那你还要争啥啊 争个位置 你没那德行到了这个位置 你的缺点同时被放大 没准最后连你们老祖宗都灰头土脸的 没那德行往那爬干什么呀 你以为那猪爬到神坛上就变成神仙了呀 猪爬到神坛上也注定是祭品 所以你要想当神就得赶紧修行 由猪变成神 不用往那爬 唐就到神坛上了 本知没变 想要位置 这就是人间的灾难 你们去看吧 一切灾难都跟这一条有关系